聯合利劍軍演 今天曝光的這個消息呢 習近平主席去了哪裡呢 演習結束隔一天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呢 他到了福建漳州廈門去考察 好 我們要特別來看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叫做 東山島的城城鎮的一個澳角村 然後呢他又到了這一些紀念館啦 也包含了這個官地文化的 產業園區 但是呢 從中間我們要來看就是 東山島其實在兩岸關係當中 是非常有軍事跟政治意涵的 尤其是呢 東山島南側的大城灣啊 這邊呢就是擺了許多 解放軍對台登陸作戰的重要據點 我們先來看這則新聞報導 促進兩岸文化交流 共同弘揚中華文化 增進台灣同胞的民族認同 文化認同 國家認同 依托中親 鄉親 祖地文化等紐帶 廣泛凝聚喬心 好 接下來我們要請教蔡博士了 到這個東山島去視察 我想這應該不是偶然喔 為什麼突然在軍演完 隔天就要去這個地方視察呢 東山島可以說是國共內戰 最後一場戰爭 那個之後就只有文宣戰啊 沒有正式的很面對面的登陸作戰 東山島呢在1950年代 曾經由國軍發動的 國軍當時想說利用這個韓戰的 即將結束的那個階段啊 帶了一萬多人的軍隊由一級上將 胡連率領啊 就去進攻漳州最南邊的東山島 其實正確來講應該算東山半島 因為他跟陸地還有一點點連接 這個地方呢在當時在打仗的時候 解放軍並沒有任何的軍隊在 在駐紮在東山半島上面啊 可是當時有一個 縣長或者叫縣委書記叫谷文昌 谷文昌啊他是當時參加抗日以後 就加入解放軍 然後解放軍啊渡江戰略他有參加 最後南下到福建 然後到漳州的這些東山 來擔任縣長 擔任縣長的時候 他當時突然之間啊 這個胡連發動進攻 在第一個時間點的時候 他很快速反應啊 立刻就召集了 將近多差不多三千個民兵啊 跟一萬個這個武器裝備 非常精良的國軍啊 就開戰了 這樣剛開始的時候 當然這個 谷文昌所率領的這些民間的部隊啊 死傷慘重 但是利用著地緣的優勢啊 他堅持下來 直到了解放軍啊 正式的部隊開進來以後 戰情才扭轉 在那個扭轉裡面 整個東山島的這些民兵啊等等 總共大概死亡一千多個人 但是國軍的在胡連 率領是雖然裝備比較多 但也沒有占到便宜 也死亡了八九百個人 所以這場戰爭呢 是以這個國軍啊 先勝貨敗來收藏 最後從此以後 國軍就不敢再登陸 大陸沿海任何島嶼 或者任何的土地 因此谷文昌也就被 這個東山當地的居民啊 視為一個很重要的保護人 那到了後來在大躍進之後呢 大陸面臨了所謂三年的監困期 在很多地方普遍 剛好又因為氣候的關係啊 還有因為制度的關係啊 所以造成這個農業生產大幅下滑 然後這個整個糧食不夠 但是谷文昌竟然能夠維持 在東山地區啊 有一個最充足的糧食 所以沒有聽到有任何餓食 在當年的大陸上 因為營養不良過世的人還不少 而東山能夠維持這樣的狀況 真的酌食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谷文昌也就被他 所有的縣民們啊 普遍的想當作神一樣看待 那更重要的就是 東山島是一個地理環境 不是很理想的一個島嶼 因為他面島的時候 當然適合做港口 可是問題是風太大 他剛好處在一個風場上面 所以老百姓每到的風季的時候 這個進出都非常的困難 然後谷文昌就率領的縣民 在這個東山地區啊 普遍的種植那種 防風用的木馬房 那現在東山島的木馬房 就非常有特色 那谷文昌 當後來被調劇當了更高的位階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他被當作走資派鬥爭 那身體各方面 受到很大很大的影響 那雖然是到了後來 197幾年平凡了 但是他的青春歲月也就過去了 正因為他這樣的一個貢獻 還有一些付出 所以這個大陸相關單位 就在東山設立了這個所謂 古文昌紀念館 以一個縣長能夠被設立紀念館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剛才這樣簡單講就知道說 當地老百姓有多喜歡這個人 有多敬仰這個人 像古代好一點的官 老百姓會幫他蓋廟對不對 對對對 這個是蓋紀念館的現代方式 那如果以歷史 然後看現在的話 那習近平的去考察 跟兩岸是不是有釋放什麼樣的訊息 東山島 因為東山島其實常常 這個解放軍展示對台登陸作戰 都在東山島 他裡面擺了很多什麼滾裝貨輪 然後兩棲艦艇 直升機無人機 演習也是都在那邊 因為那個島型很適合 台灣的西部海岸 台灣西部海岸 第一個特色風大 第二個海岸崎嶇不平 東山島都有這個條件 就在那裡練兵就對了 練兵用的 不是真的從那邊進攻 練兵用的 非常適合 以前鄭成功要 要東征台灣的時候 也在東山島那邊訓練過 以前好像名字不叫東山 後來才改叫東山 那可以所以說他是一個有軍事意義的 然後習近平主席在這一次的所謂的聯合力見 2024B演習之後來參來參訪這個東山 對 我個人解讀了有點意義 要打你也不會你也打不贏的意思 哈哈哈哈 在告訴台灣尤其賴清德 你想打也打不贏啦 但同時他又參觀了 東山有一個非常古老的官帝廟 對 那官帝老爺就是我們兩岸大家共同崇拜的 一個神明 就是三國元力裡面的官允長 雖然說民進黨現在講說 哇那是統戰 這個文化統戰 同戰就是印尼民進黨講的就算嘛 那他特別去參觀這個所謂的官帝爺的文化產業園區 對 那就是一個官帝爺土地很大吧 所以提供出來 兩岸都看得懂的 看得懂 大家都很認識這位先生 那他講的這些話 您怎麼解讀呢 其實剛才節目開始之前 我跟蔡博士在聊 蔡博士說軟硬兼施啊 因為這邊講得很明白嘛 探索海峽兩岸 融合發展的新路上 邁出更大的步伐 他講新路上 同時來說 建設好兩岸融合示範區 促進兩岸文化交流 增進台灣民眾的民族文化和國家認同 因為他去考察的時候 他旁邊有幾個人陪同 一個是福建省委書記 一個是福建省省長 還有一個國務院的副總理 三個陪他去看參訪 他一向是認為就是說 要在這個文化認同 國家認同 民族認同上面 來跟台灣做交流 因為民進黨正在講 文化隔離 民族隔離 國家隔離 那他就講 那你隔離我就認同 所以變成說這是一個意識形態 戰場上面一個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習近平的路線 在進行 那這是軟的部分 對 硬的部分就是 我去看古文昌紀念館 你們大家看懂 你看懂 了解了 所以我說 又軟又硬 硬的更硬 軟的更軟 對 這就是兩岸現在的策略 好 那接下來看完兩岸 我們來看一下 在中東 現在一發不可收拾 以色列現在真的是 如同標題所寫的 以色列打瘋了 而且現在美國大選 剩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這是不是納坦雅胡 他的黃金時間 他認為的黃金時間 首先我們先來看 以色列又幹嘛 以色列不斷的再打真主黨 只要任何跟真主黨有關的 包含了敘利亞 他覺得你跟真主黨很好 他也打 所以攻擊了空襲敘利亞的 冰海城市 然後也造成 他也打黎巴嫩 黎南還把這個市長 都給炸死了 他的理由就是一個 那邊有真主黨 他就開炸 所以很多人在說 以色列在黎巴嫩 複製加薩模式 那裡有哈馬斯 所以我炸學校 我炸醫院 他的理由永遠都是這一個 所以讓很多國家 覺得很難接受 包含這個禮拜 我們討論了很多天 以色列對聯合國開槓的這件事情 今天剛好我們有畫面 在9月23號的時候 當時候 其實這個新聞當時候小小的過去 結果沒有想到後來演變出來 他大發酵 就是當時候黎巴嫩的空襲事件 然後中國的 赋離維和部隊也被炸 當時候我們也有報導 大家還記得嗎 只是當下大家真的以為 不小心火箭彈飛到那邊去 一直到上個禮拜 大家發現沒有喔 以色列整個坦克車 開進聯合國的 這個維離部隊裡面去 覆離的這維和部隊裡面去 我們先來看 這是大陸官媒披露的 到底當時候在中國大陸的 這個黎巴嫩維和部隊的營區當中 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說還好全部的人有去避難 要不然就被炸 我們先來看這個報導 暗夜中刺耳的警報聲響起 遠方還不斷射出 一球一球的橘紅色火焰彈 9月23號以色列的炮火 掉進大陸赴黎巴嫩維和部隊的 營區中引發爆炸 營區外的地面不只 炸出了一個坑 水管破裂 就連辦公室的櫃子玻璃都被震碎 所幸維和人員 及時躲進掩體中五人傷亡 而以色列在黎巴嫩攻擊 維和部隊與真主黨哈馬斯多方 交戰之際繼續獲得美國援助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前往薩德系統的部署營地 歡喜迎接美國提供的反導彈系統 納坦雅胡還心情好到 跟美軍士兵自拍合照 完全不理會聯合國的譴責 以色列的炮彈引發大火 竟然有巴勒斯坦流離世俗的平民 在火海中被活活燒死 大陸常駐聯合國代表附從批評以色列 不斷襲擊轟炸加薩的學校和醫院 全面切斷加薩北部的人道物資供應 甚至把飢餓當作是戰爭武器 而美國駐聯大使格林菲爾德 僅表示會密切注意以軍的行動 以色列的另一個戰場 黎巴嫩南部城市納坝提葉的市政大樓 遭以色列空襲造成十六死五十多人受傷 其中一名死者還是當地的市長 黎巴嫩看守政府總理米卡提指控 以軍趁他們在開市政會議時發動攻擊 而以色列則反駁市政大樓底下藏有珍珠黨指揮中心 海凡咬珍珠黨說他們拿平民當人肉盾牌 記者綜合報導 你知道嗎 納坦雅胡現在他有他自己的解讀 譬如說他說你這個違和部隊你要給我撤離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是珍珠黨的肉店 他完全不管聯合國 那很多人就在想說納坦雅胡到底要做什麼 其實這一題也要從歷史來看 當年到底以色列怎麼建國的 你知道嗎 現在有一點翻臉不認人 其實黎巴嫩曾經也是法國的殖民地之一 所以馬克宏大家有沒有發現他最近講話講得很大聲 馬克宏就警告以色列的總理 他說你不要忘了 你當初怎麼建國的 來這一題就交給蔡博士 那馬克宏總統你就直接派兵來阻擋以色列好不好 不過老師出一張嘴巴嘛 你法國不是要派兵去支持烏克蘭嗎 那你當然打不過俄羅斯軍隊 所以你不派我可以諒解 因為法國軍隊他自己愛吹牛 根本打不過俄羅斯軍隊 我說就不客氣 法國軍隊連烏克蘭軍隊都打不過 烏克蘭軍隊超有作戰經驗的 所以這個以前蘇聯時代訓練出來的軍官不是三角貓 那你打以色列沒有問題啊 你可以阻擋以色列啊 為什麼不去 觀眾嘴巴講 其實沒有去履行這個聯合國的決議 因為你也是聯合國的安議會常任理事國嘛 而且那個地方又是你以前的所謂的殖民地 那你應該負起更大的責任嘛 我這樣講並沒有錯啊 如果那個地方是這個以前咱們中國的殖民地 我當然是這個時候批評習近平啊 不派兵去對不對 合情合理嘛 那又不是中國殖民地 中國想管 愛手愛腳 不好意思管 只能在外交上去聲援啊 去想辦法去譴責啦 那給一些小幫忙而已啊 沒有錯 這個說來的就複雜了 當時巴勒斯坦的地區建國 的確是聯合國決議正式通過的 但答應是英國人答應 那個地方是英國的所謂管區 英國的殖民地啊 因為當時的這個所謂的 土耳其帝國啊 以前我們給他一個名字叫做 鄂圖曼帝國 對 鄂圖曼帝國在一次大戰瓦解的時候啊 那英國就有答應猶太人到那邊見國 為什麼 因為在一次大戰猶太人出錢出力 那二次大戰猶太人被納粹殺害很多 出錢出力 所以就有了一個協議就是說 你繼續幫我忙打仗出錢 你就 我就讓你回去這個 蓋一個一個新的國家 那可是聯合國決議的時候 旁邊的阿拉伯人都不同意啊 那不同意怎麼辦 因為當時阿拉伯人有大部分 不是全部 大部分是支持鄂圖曼帝國 那第一次世界大戰 鄂圖曼帝國 但是打敗了 打敗了就比較沒話講 所以剛開始這個以色列一建國 一宣布的時候 旁邊送阿拉伯國家聯合起來 打他一個人 但是很特殊 那時候他以色列竟然以一敵好幾個打贏了 那打贏了他就佔了很多土地 佔了就不放了 也就不退了 你先打了我再來的話 我贏了土地我怎麼要還給你呢 所以以色列的土地一直擴大一直擴大 那擴大土地並沒有被聯合國接受 幾年來一直都要退回去 但是這已經是老丈了 現在就說我們到底怎麼處理以牙問題 我覺得中國的政策是對了 分成兩個國家 各自回去要約束自己 不要互相攻擊 以色列你也不要攻擊 哈馬斯啊或者其他你也不要去攻擊 然後中國又把本來很複雜的 巴勒斯坦的各十幾個團體 找到北京去發表北京宣言 年初的時候 以後你們都聽法塔爾的 那哈馬斯被打得很慘了 只好接受了 其他教派更小啊 所以都通通接受了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兩國論就有希望了 因為法塔爾也是不主張打以色列 願意跟以色列和平共存 那以色列也沒有去打法塔爾 互相約束自己一些比較激烈的人 那應該兩國論就有希望 這是唯一的出路 要不然打到最後 都死光了 以色列你國力也會被削弱 然後你黎巴勒 敘利亞巴勒斯坦 沒有人有好處啊 真的沒有人有好處啊 那何必這樣子呢 那像現在以色列發動空襲 拉塔基亞 拉塔基亞沒有錯啦 是現任的敘利亞總統啊 阿薩德啊什麼什麼 他們的這個 陣地嘛 跟的老巢啦 可是 這個地方大部分都基督徒啊 因為 這個很多基督徒的一個駐地 但是也被打了 那被打的時候據說是 這個因為敘利亞供應 珍珠黨的軍火都放在那邊 那這個就說來個話場 因為也沒有證據嘛 那還有這個火箭彈 掉入中國的維和的營區 還好 專門中國那些軍隊 反應太快了 對馬上跑到地下的這個 岩壁船 你早就有岩體了 不過真的要重新去檢討一下 就是維和部隊 到底能夠做什麼功能 對 因為維和部隊在歐洲 是很有功能 可是在黎巴勒 有點擺在那邊 嚇唬人而已啊 所以 因為指揮官是義大利嘛 所以義大利的中指揮 他什麼也不敢做啊 那咱們中國的部隊 也不是中指揮啊 只是其中一個部隊 我們也不好意思 自己做什麼主張啊 所以在那邊只要呆呆的 被修理了 難怪這個義大利總領 梅諾尼這麼生氣 因為他們是算是 他們是中指揮啊 最大的兵力部署 對 連倫國決定就是 被看他打臉啊 因為找英國也不對 找法國 那都以前知名地有恩怨嘛 那義大利沒有嘛 所以當然找義大利啊 對啊 所以馬克宏也被打臉嘛 他講完這番話 你不要忘了你怎麼建國的 結果納坦雅胡馬上回嗆說 我建國跟你們聯合國沒有關係 他講的是一次大戰時候的協議 對 所以現在等於納坦雅胡 也不把法國 義大利 聯合國的維和部隊放在眼裡嘛 你有防曬嗎 我每天都有擦防曬乳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真心推薦給大家 記得我的推薦嘛 CTI627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 抗老化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